拥有永恒寿命的她 居然像一位白毛邪神求婚 理由更是要多少有多少 其一 你身为母神毫无疑问是个女人 而且通常那会很大 其二身为邪神 触手惜妹子天下第一 就好这口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与我一样都是不死的存在 永远都可以陪伴在我身边 而为了拥有召唤你的资格 不知经过多少岁月 甚至走遍世间一切神秘 只为了自己的爱人 无论什么事都愿意躲入邪神 堕落神明们的赌仓 每一位都拥有无法估量的实力 站在时间顶点 肆意妄为挑起战略 危险而强大的恐怖存在 稍微触及便会坠入那无尽深渊 而我们的男主名为灵主 便是那凝视深渊之人 作为数百年前来到一世界的穿越者之一 掌握着世间一切至高之理的全聚者 却唯有一世不足 为何只有他一人拥有永恒的生命 曾经被一同召唤的穿越者 也在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一一逝去 为了将客死他乡的历代穿越者 没有个归宿 林泽缔造了这万象神殿将他们埋葬于此 如今厌倦了这枯燥生活的他 也该有个结果 召唤邪神的钥匙缓缓抛向空中 伴随着声声蜜语 全职门之竹琴敞爱世界的背面 让那位不可言及的母神 繁育了万千子嗣的森制黑山羊降临于此 伟大的沙尼威女布拉斯 一扇邪气冲天的门瞬间出现在林泽面前 魔幻之音响起 人类如有何诉求 可令邪神没想到的是 林泽当场单膝跪地直接求婚 而且理由相当充分 被深情打动的邪神沙尼威 缓缓从门后飘出说的 在死掉之前必须一直一直喜欢我 于是就这样接受了林泽的求婚 身为邪神的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之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发展 干脆就直接问好了 便自信满满地转过身问了 我们结为夫妻之后你有什么愿求吗 林泽想都没想直接开口 我想和你生孩子 沙尼威一听这不刚好专业对口吗 她可是母神 瞬间好感一下子拉满回道 好玩 马上就要吗 我最喜欢生孩子了 娶了个爱生孩子的老婆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而且她还很快很温柔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无论想要怀上什么样的孩子都可以 只是怀上的人是对方无论难免 身为母神的他 拥有让所有存在繁育后代的能力 不管是生灵死物性别什么的都没关系 想要多少的孩子都可以马上给你 因为过于心酸母神沙尼威的触手 直接缠绕住林泽 被缠绕的他此刻听过那离谱至极的话语 当场一脸正惊大声喊出 我想要的可不是那种孩子 而是和尼威恩爱爱这样那样 通过各种 最后孕育出来的后代 难以置信的沙尼威修红了脸 怎么会有人一本正经不知廉耻地 说出这种话来 当场捂着脸闪躲到一旁 声音微微颤抖 你要不要听听看自己在说什么 就算是夫妻这种事实在的 说也太那个什么了吧 可林泽更是越加地过分 抓住沙尼威的把柄继续说着 所谓夫妻就是不管心灵和身体 都应该紧密相连 每时每刻都应该热衷于 和对方的存在 又大声吼道 我想和尼威 与此同时杀尼威的母朝殿堂 两位母神的下属正从头到尾的 观看这场精彩绝伦的现场直播 一旁的莉莉斯正怀疑着人生 而在他边上的牛头人 直接将他拉回了现实道 众所周知 直播是不可能批的 这就是事实 这一刻被颠覆三观的莉莉斯手无脑袋 如同世界末月一般喊着 杀尼威大人亲自出门的原因 可是为了诱导那无知且愚昧的人类堕落 但这当场原地结婚是什么鬼啊 而且还是和第一次见面的男人 现在还在讨论剧烈的刺激 让莉莉斯根本缓不过来抱头呐喊 牛头人确实恰恰相反 手舞下巴思考了起来 母神大人这么做肯定有他的身影 况且那个男人确实很强 精神一致漆黑神髓 举止谈吐可以说是毫无人性可言 又作为万象神殿的主人 或许拥有着决定邪神战争最终胜局的力量 莉莉斯听了牛头人的解说 依旧是不敢相信 他怎么看都是一个家里蹲 然后蹲太久觉醒了 这变态品好巴 真有这么强吗 牛头人依旧坚持自己的推理 继续说道 我们母神大人是要击败其他邪神 而夺回造物主权柄的存在 那么关键的地方就来了 只要和邪神之外的强大存在结婚生子 这不就是实现此等 宏伟壮业的最佳途径吗 可莉莉斯越听越无法接受 不要啊 让莎尼威大人 怀上那种男人的孩子什么的 我不要 我莉莉斯赌上母神眷属的荣誉 一定会亲自去确认那个男人 是否真的有作为母神伴侣的气量和胃格 只要男人会说话邪神都能领回家 就在刚才答应林泽求婚的母神 沙尼维修红了脸 是夫妻的话还要做那种事吗 那种只在漫画里看过的事情 竟然要在现实中做吗 又突然看向一旁 这才意识到 自己过于沉浸在新婚喜悦之中 都忘记和母朝联系 而且自己和林泽的对话 肯定也被莉莉斯他们看光了 立刻不识干大地假装咳了咳对着林泽说着 夫妻之间该做什么事 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 我得先回母朝和我的眷属们交代一下 还被吊在空中的林泽满脸笑容贴心地问她 需要她一起去吗 沙尼维当场吼绝 林泽也不过多挽留 轻轻抓起沙尼维的触手温柔贴贴 不知道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 这种触感完全把持不住 再多一秒恐怕就要变糟糕了 当即转身就跑 消失在续空中 而林泽此时却松了一口气 神色阴沉心中暗暗想着 在靠近邪神之后 自己心脏所承受的痛楚就越发剧烈 这种剧痛就像是在时刻提醒着林泽 不把邪神们都消灭 穿越者们就无法离开这个世界回到自己的家乡 此时的母朝中 在经历了九千万年之后 万物起源繁育一切的伟大母神 召开了邪神圆桌会议 还记得上次召开还是上次 而作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掌控者扭曲者纷纷齐聚一堂 率先开口的便是身为黄金之王末法龙神 锐金面无表情地问道 召集我们所谓何事 一旁急着要去演出的长眠深海之神 克拉拉直接站起身附和道 就是就是快点说呀 其余几位漠不作声 魔物之主黑暗的制造者 奈亚 暗夜君王隐秘之主 萨曼 巨神真祖 乌陶斯 最后一位惯例缺席的苍白之兽迷宫之神 爱福 此时正享受着美食的沙尼威 也缓缓停下近视擦了擦嘴说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于是身处带着钻戒的手继续说着 在不久之前我和一名人类结婚了 而我会离开母巢 与自己的丈夫甜蜜生活安稳度 也以此契机来结束 我们之间持续了数个纪元 几乎让世界濒临毁灭的旷世战争 有个爱生孩子的老婆会有多烦恼 况且还是位至高无上的邪神 此时的林泽正坐在万象神殿 困惑地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补身子 手中点了根火柴 照亮了他那憔悴的脸庞 就在这时两道身影出现在林泽面前 一位只是林泽记忆中的虚幻泡影 早已忘记他们的脸长什么样子 却依旧记得他们死去的时间 一位已死去9582万年0315天 另一位已死去9030万年0113天 身为在林泽之后的第六代 穿越者神官骑士西斯提亚 满怀激动开心地说着 真是太好了 林泽先生还记得我 等二人坐下后 林泽看向天空缓缓开口 我准备离开万象神殿了 要和邪神结婚 又站起身 对着眼前那秘籍的目的深感谢一道 不把邪神们消灭之前 还没办法带你们参加婚礼 而我离开后 会回到地面在法洛西王国结婚 此次我会除掉杀害你们二人的 第五邪神黑暗制造者内亚 夺回你们回家的希望 另一边母巢之中 邪神圆桌会议也告一段落 可令母神沙尼威没想到的是 身为第五邪神的黑暗制造者内亚 竟然主动邀请沙尼威将婚礼举办在洛西王国 他一定会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法洛西王国威尔城 黄昏时分 林泽与沙尼威结伴来到地约教堂 准备登祝结婚 此刻林泽内心所想的是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让尼威来洛西王国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揪出黑暗制造者 一旁的沙尼威也是相当意外 没想到林泽会直接提议来洛西王国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等内亚来参加婚礼 想办法让他交出权柄了 这时在他们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推了推眼镜朝林格二人问道 我叫玛丽亚 不是故意偷听 只是刚好听到你们有提到地约教堂 而我正是教堂内婚恋负责人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林泽这时一把拉住沙尼威的手回道 我们是刚刚结婚的夫妻想来此登记 然后预约一场婚礼 忽如其来的近距离接触 让沙尼威猝不及防脸色羞红连连点头 玛丽亚一听竟然没有得到认可 就擅自定义为夫妻 真是想年轻不知婚姻的重量 于是一边挥手让林泽二人跟随一边说着 我会和陪审团一起来确认 你们是否有资格成为合法夫妻 你有钱吗 有房吗 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来娶老婆 难道就凭你那颗真心吗 不 我有套很大很宽敞的房子 不仅露天周围还有很多墓碑 地理位置算是在无人区 可以称之为露天坟景房 林泽此时正在洛西王国的地约教堂 与母神沙尼威结婚登记 正被教堂内婚恋负责人玛丽亚 与陪审团审讯着 是否有资格成为合法夫妻 陪审团上来就是致命提问 良好的物质基础是婚姻的保障 林泽与沙尼威当即回道 钱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之前的生活来说 根本用不上 生活中也不会存在 自己买东西的情况 所以自然是零 目前的话只有一套房 陪审团一听 这把高端局 难不成是富二代傻白田吗 当即质问道 房子是商业繁华的 核心地段学区房吗 还是环境优美平静安逸的别墅区 沙尼威回想起 当初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不仅抬头就是星星 而且视野开阔 偶尔还会有微风吹过 周围还有遍地盛开的花朵 郁郁葱葱葱的草木 充满了生机活力 林泽在一旁立刻补充道 周围还有很多墓碑 而尼威的秀发被风吹起的样子 是那么的美丽动人 让人瞬间就想扑上去 然后这就连受过专业训练的陪审团 都直接忍不住猛拍桌子 简直岂有此理 不仅一分钱都没有 还是个露天粉警方 这样都能找到这么漂亮的老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 真是可恶啊 况且沙尼威小姐在那种地方 你不会觉得阴森恐怖吗 沙尼威更是温柔地转头 看向林泽上前相拥在一起的 那里所埋葬的 都是小林泽最重要的回忆啊 而作为妻子的 我当然会和她 好好珍惜创造新的回忆 陪审团越听越不对劲 现在外面骗子这么多 眼前这位沙尼威小姐 更是对南方那种条件 没有任何不满 怎么听都像是被骗了呀 直接站起身询问道 沙尼威小姐 你与林泽先生 不会是刚认识不久吧 这一问也让沙尼威 顿时慌乱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们昨天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就结婚 只因她有套 令人无法拒绝的露天粉警方 我不信 低约教堂的陪审团也不信 纷纷怀疑林泽诱骗女性 要对她采取强制性措施 身为邪神的沙尼威 一听到有关邪神教诱骗女性 下意识地开口道 把事情的经过通通献祭给予 无能的凡人竟敢默念于的真名 跪下祈求于的庇护吧 刚进入状态这才反应过来 真的太糟糕 一下忘记现在自己的身算和场合了 难道就这样要结束了吗 实在没办法 只好将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人 从母巢中重新诞生一遍了 只能这样了 下一秒触手 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还只是个孩子的尼威 亲眼目睹了邪神教徒所做的坏事 鲜血染红白血 总而言之在那晚过后 突然沙尼威冲了上来 直接扑在林泽身上堵住了她的嘴 满脸羞红连连点头道 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才会对邪神的事情那么在意 对于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林泽又怎么会放的 直接凑了上去在耳边温柔地说着 尼威 你的头发弄得我有点痒痒 心痪痒痒 沙尼威脸一下子通红闪躲到一旁 林泽拍了拍她的头道 邹老夫老气了害羞什么呀 故事如此生动抽象影的婚恋负责人玛利亚 如同看韩剧一般痛哭流涕 我懂你 我都明白的 尼威小姐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那就让我来为你们说明 邪神组织燃火教团所做的龌龊 他们所信仰的是那位自称混沌的火焰君王 而火焰君王曾得到大邪神黑暗制造者的帮助 获得了些许力量 可偏偏火焰君王的精神不太正常 强烈的百合癖好 使得他理想便是打造一个只有女孩子 和无上国度 因此那些燃火教团的教徒们为了取悦火焰君王 他们会用尽各种办法给那些年轻女孩传教 到处弘扬百合贴贴 他们认为百合才是世间最美丽的花朵 想结婚却身无分文 一间房就要三千万卢恩 就算用林泽这条命也只购买一个厕所 这世间通货膨胀的速度竟然如此恐怖 而有房子也只是第一步 夫妻二人一年收入必须要达到一百万卢恩 这是最低标准 如此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 这个就是爱情 我爱你 像林泽他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 但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缔约教堂的陪审团当即给他们提出了个建议 让他们二人成为冒险家去赚取赏金 然后来贷款买房再预约登记结婚 离开缔约教堂的二人走在大街上 沙尼威拉住林泽的衣袖皱了皱眉道 为什么结婚还要花上比自己性命还要贵的钱去买房子呢 这难道不是我们俩的事吗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干脆就把这些人统统染上鱼的颜色成为鱼的幸福 这样大家就都会祝福我们 一双手抚摸在沙尼威的头上瞬间让他冷静了下来 语气就像春天开满了花朵是那么的温暖的 我明白 而在我看来 尼威从那戴上戒指接受我求婚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已经无法分离 现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羁绊 如今只不过距离城市太过遥远 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罢 被这么一安慰沙尼威感到无比幸福 白皙的脸上渐渐浮现出红韵温柔的回答 都听你了 之后灵德便用记忆消除的魔法清理了尼威刚刚不小心造成的影响 天色渐渐暗沉 来到冒险家协会的二人刚好遇到了会长 得知负责接待新成员的探板娘依福利早已被燃火教团掳走 如今没有办法按正常流程成为冒险家 一听又是燃火教团 沙尼威攥紧拳头 这样下去全程的年轻女孩都要被他们诱惯贴贴 身为邪神竟然做出如此伤风败福之事 转身火气冲天愤怒地喊着 干脆我们给他们老巢端了吧 林泽连忙制止道 确实要对付他们 不过如今的任务可不是他们 又对着会长微微笑道 您说没办法按照正常流程申请 那么不正常流程是什么呢 会长眉头一皱脸色阴沉了下来 不会是年轻人 如此明白 不过这可是要看实力说话的 他娶了个邪神老婆 只因太爱生孩子 如今日渐消瘦的他为了赚钱补身子 来到了冒险家协会打工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协会看板娘被燃火教团贴贴走 现在搞得只能走过正常流程 按照协会条例需要接受两项严格的测试 第一项 攻击我身旁的水晶 显现出的数值会区分你的强弱 此时的林泽周围阵阵流光手中凝聚魔力 一拳轰向水晶 就在会长沾沾自喜心想 这俩小年轻能有多强食 身后传来剧烈爆炸 沙尼威看着破碎水晶绝了绝嘴道 真是的 人家本来也想测测看了 林泽没办法只好安慰下一项测试让尼威来 只听碰的一声 满脸激动的沙尼威已经迫不及待对着会长喊着 我们快开始第二项测试吧 都快要忍不住了 冷汗直冒的会长心想 现在的年轻人好可怕 而第二项却是和我交手 不行 怎么看都感觉会被打死 当即拍了拍手强颜欢笑道 精彩 真是精彩 二位的表现让我后生可畏啊 仿佛下一秒就能哭出来的沙尼威还在嚷嚷着测试 此时又出现了 经典摸头沙 没关系的尼威 接下来还有表现的几乎 毕竟这可是我们二人第一张合影 沙尼威脑袋飞速选择 表现 夫妻合影难道是要 身为女孩子想象力丰富点怎么了 就算是用触手将刚认识一天就结婚的老公掉起来也没关系啊 但就是这温馨的一幕恰好被冒险家协会会长记录了下来 空气瞬间凝固夫妻二人同步成功 齐刷刷的看向会长 我只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老头子 别这样 我向着星辰宇 回到大街上的二人手上多出了一袋金币 作为母神沙尼威的他对金钱毫无概念 不知该如何好好利用这来之不易的金钱 而在一旁的林泽思索后提出了个建议 这笔启动资金用来买房子那是完全不够的 倒不如用来包装自己 去买些自己喜欢的衣服 沙尼威不明白也只好一塌 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一家精品女装 刚进店琳琅满目的服装映入眼帘 随之走来的便是一位看上去就想贴的店员少女 欢迎二位想看些什么衣服呢 而身为女性的沙尼威 对这方面可以说是毫无抵抗能力 当即埋头挑选了起来 一旁的林泽温柔说着 尼威去挑选你认为合适又好看的衣服吧 主要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有关 立刻答应了下来的沙尼威又突然意识到什么 愣了愣转头不解决问道 对任务有用吗 内心却思索着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要做的了 不明白 不过既然林泽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当一回普通人类女孩子 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吧 林泽很是耐心竟然直接等了半小时 但当沙尼威换好衣服出来的那一刻 立刻 说错了 应该是这一切都值得 沙尼威面带微笑朝林泽打了声招呼道 这套感觉怎么样 林泽眉头紧皱眼神是那样的专注 打量着沙尼威浑身上下每一个角落 不禁有些骄傲道 有这样的老婆你几点回家 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个面纱就更好 被夸赞的沙尼威内心满是喜悦不由自主的原地 转了一圈倒 那么我就穿这套出去如何 可接下来林泽所说的话语 瞬间让沙尼威的三观抖三抖 我 尼威换回原来的衣服 这件裙子让我来穿 你敢相信 眼前这位不仅是个重度触手控 还是一位女装大老 可她却是拥有永恒寿命的穿越者 世界的全知者 甚至还有位爱生孩子的邪神老婆 母神沙尼威呆呆地看着林泽不知该如何开口 内心却已在做思考斗争 怎么办 解锁心体好 而作为她的妻子 我是应该无条件地理解和支持吗 此时的林泽一边挑选着衣服一边开口道 林泽之前看中的也可以多买几个 我的话有这一件伪装就够了 买回去吧 沙尼威直接化身蒙古人 根本听不懂林泽在讲些什么 在一旁的店员一看立马夸赞道 客人好眼光 这件衣服我们早上也卖掉了一件 是位帅气小伙说要给自己妹妹买 沙尼威凑上前拽了拽林泽的衣服 那伪装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说是 都不等沙尼威说完林泽上来就用 堵住了她的嘴解释道 用我老家的说法 这个就叫钓鱼执法 接下来尼威就继续去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这让沙尼威越来越搞不懂气的 她直接含住林泽的 只好乖乖听话再穿去试穿别的衣服 接下来敬请欣赏沙尼威的换装秀 紫色长裙黑丝画边净显贵妇气质 优雅 实在是优雅 顶级白丝 小鹿半球 如此省不料 节俭 实在是节俭 脸体黑丝 红绸捆绑 凸显身材的同时 娇羞表情才是精髓 完美 实在是完美 在座的各位请高举双手证明清白谢谢 但要数最细节之处 还是那被扎起来的触手 这可让身为重度触手控的林泽当场血怒上头 比血狂流 艰难地举起手中的三连点了点 拘束触手才是神 我好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威尔城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混入了一位女装大王 林泽一福里所当然地说道 与果然上钩了 与人群中的人一样 他们也手提一盏灯 随后点燃走在队伍的末无 这时沙尼威那灵敏的鼻子 闻到了些什么说道 有熟悉的气息难道说 就在这时身穿黑衣斗篷的领队 转身朝身后开口 尚未理解真爱的迷途羔羊们 今夜就让你们见证伟大君王的复苏 说着将自己的斗篷甩飞露出 真容继续说道 会带领我们步入百合花开的无上神国 突然沙尼威惊讶地发现 这个人类长得和那样好相 林泽看沙尼威反应如此强烈 还以为他认识 刚想询问就见沙尼威说着 好像我认识的一位邪人 话说林泽你是用什么办法混进来 难道说就是衣服吗 没错就是衣服林泽继续解释道 只要买过那家女装店的衣服 然后穿着 就会被邀请来到这会晤 而在这会晤中 外界是完全察觉不到的 沙尼威想了想还是有些不解道 那家店的店员估计也不知情 到底是怎么注意到这点 这时林泽脑中回想起某位的提议 万事不绝就来女装 这种话根本说不出口只好回道 只是以前的同伴 曾经他就瞎蒙过这种选项吧 如果是那家伙的后代 说不定此刻也在这队伍之中 为首的神秘女子 只见有人竟然窃窃私语 不满地跺了跺脚 将莉莉丝换出要求增强魅惑效果 忽然冒出的莉莉丝 很是无奈也只好造作 刚想吐槽真会使唤人的时候 抬头看向人群中 惊慌失措的握紧拳头 什么 母神大人 眼前这位便是母神沙尼威 而他惩罚下手的手段 竟然是用触手无情捆绑 还让身体与灵魂的交流 必须要搞得乱七八糟才行 想想就有点小激动 此时身为母神大人的眷属 莉莉丝在人群之中探讨 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 心心念念的母神大人 连忙双手抱头蹲下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便是为了徒指母神大人 与林泽结为夫妻 于是找到了燃火教团与其合作 通过唤醒火焰君王 然后做那种事来拆散母神大人 莉莉丝思思考 会既然追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的 如今都到这地步了 绝不能退缩 毕竟早已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母神大人 明白那种男人根本不配 而我才是最合适 与此同时队伍莫无 身为母神的沙尼威 一下子就看到 那像是莉莉丝的红色身影 但也没多想 毕竟那孩子之前 如此抗拒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 队伍缓缓前进 来到了帝约教堂前 夜黑风高及时已 此刻正是唤醒火焰君王的时刻 早已经历了 九千多万年的执念与仇恨 在今夜将再次绽放 曾经这所教堂的创建者西斯提亚 多次阻挠无主对于爱情的追求 是你不懂百合的女霸 如今无主将会借用我们二人的魔力 以你的容貌重生 多么讽刺啊 随即一把熊熊烈火瞬间点燃 伴随着一发发灵魂烟火冲天四散 林泽这时知晓 他们竟然如此疯狂 以自身献祭的方式去唤醒邪神 在一旁的沙尼威忍不住问道 难道我们不去阻止 被绑的那位少女 应该就是冒险家协会的精灵看板能霸 再这样下去 她会被榨干魔力的 而林泽却一脸悠闲地回道 无所谓 她会出手 出现了 又一位女装大老 身背一柄金色长剑 她便是法罗西剑圣炎之剑 金闪闪莱因 边走边说道 就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 她的出现确实令燃火叫住有些惊愿 毕竟莱因也算是的大人物 没想到会来这种小地方 可依旧不能阻止她的野心 上来就是一招奥一密击之火焰 吞射的新招 下一秒却被莱因一剑将袭来的火焰 劈成两半 好歹是剑圣金闪闪这种程度 对她来说完全小佩斯 远处的林泽此时全程观望的 不亏是你的后代 就连女装喜好都是一样 祖传的基因啊 实力更不用多说 便一把搭在沙尼威的肩膀上抬口道 有她在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就先去救人吧 另一边正面战场中 并交吃笑声不断传来 然火教主手握一团火焰 看向莱因 你可不要太小瞧我呀 这里的灰雾可是由第五邪神的全能来构建 哪怕是圣级强者都无法驱除 谷主今晚必将复苏烧灼这个世界 话音刚落指听脸处 他的响指声传来 围绕教团众人的挥舞顿时消散殆尽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发生什么事了 一人之上的法洛西圣言之剑金闪闪莱因 只因为了拯救被燃火教团迷惑贴贴走的少女 穿上了他最心爱的女装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一声响指 瞬间扭转战军 挥舞消散被魅惑的少女们 纷纷拍的一声脸朝地 怎么会这样 身为燃火教的团长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莱因也不是很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目前对他还是有利的 便举起金剑指着团长 不见 束缚无敌 顷刻之间一道赤热烈焰朝目标冲去 而团长此时还在思索 究竟为何一事会被打破 丝毫没察觉到攻击的到来 莉莉丝这时从一旁冒出 现在可没时间在这里消沉了 要是被抓住了那才是彻底失败 边说边从虚空中抽出一条长鞭 猛的一抽抵挡住袭来的攻击 这才缓过神的团长终于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随着一声话语和莉莉丝消失在原地 下一次无主的火焰必将烧着大地 与此同时不远处林则早已注意到 在他动手去散会晤时 燃火教团的仪式就已成功了一半 看来该轮到我们善后了 高台上倒立十字架绑着的 便是冒险家协会的看板样 此时在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贺子 快啊 直接朝着金闪闪戏去 金闪闪没办法只好原地戏海带 就在这时在他的身后一双有力的手挽住了他的腰 另一只手握着一杆剑 以雷霆击碎黑暗 阻挡住蜂拥而至的攻击 而沙尼为双手高举酒精老镰刀猛地跳向空中朝 赫字坎去 瞬间一声剧烈爆炸传来 金闪闪看着这一幕不惊呆在原地 直勾勾地看着林则小脸羞红 这究竟是何等美丽高洁的女性 令她直接当场单膝跪地 美丽的女士请原谅我这冒昧与鲁莽 与您的相遇真是让我三生有幸 心神荡漾 此时此刻虽然没有戴戒指 但请允许我在这迪约教堂的见证下向您求婚 一看大事不妙的沙尼为一个瞬移搂住 林则又一脚踹黑金闪闪大喊着 林则可是我的 不能给你 原来如此 金闪闪指着二人支支吾吾地说着 二位是百合呀 毕竟是林则这些都是小场面依旧一脸正色解释道 是这样的我们俩是夫妻 男人都是会对刚见面的对象就直接求婚的吗 只见林则手轻轻抚摸着沙尼为的头 身体贴得越来越近马上就要复述了 温柔地在她耳边开口道 别人我不知道 但我只对尼为是非求婚不可 注意以上操作请勿模仿容易进去 沙尼为别的不吃就吃这套 满心欢喜的依附在林则身前 在一旁的金闪闪顿时感到无比饱腹 狗粮太多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此时已至清晨 还没搞清楚二人身份的金闪闪 再次相约在教堂前 忍痛换回了原来的服装 便开始了她的自我介绍 在下圣言其是乔尔格莱因 也是隐秘组织就是会的成员 此次行动便是协会下发的任务 不知二位有没有听过穿越者 在她对面的林则与沙尼为 毫无波澜一口同声的说着听过 金闪闪此时越讲越激动昂首挺凶手 也指不住比划了起来 就是会最初便是游出在穿越者中的最强者 全能的游格成立 而我正是穿越者的后代 刚想继续说下去便被林则一下打断 其实你不用介绍的这么详细 我的全名是游格林则 就是会辨识我窗里的 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动作 多看一眼就要爆炸 传说中那一身蓝色战衣切尔西 而他吃泡面不是白象的他就不吃 以上秘语便是只有在救世会内部成员 才能流传的独特口令 是穿越者们原来世界的禁忌知识 只要懂得越多你就狠心 而如今只因金闪闪听到对方说自己是林则游格 直接开始 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但就算是游格大人也需要对接蜜语 才能开始交换情报 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 连动作都能完美复刻镜 直接让金闪闪崇拜规定 就连在一旁的母神沙尼威不禁看得都一头雾水 不亏是救世会的蜜语真的完全没办法破解 只能说是根本理解过了 看来的考虑考虑邪神之间要不要搞搞 便看向被纠缠的林则开口道 并下的这些秘语的基准和规则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是原世界闻名的知识结晶吗 而林则却连连摇手的回道 这些只不过是我先前那个世界所在的传奇世纪罢 如今还真是响应各位啊 又看向地上的金闪闪越发来起 一脚灯飞后转身抓住杀尼威的手越靠越近 如果尼威感兴趣等晚上我们做某些事的时候慢慢讲给你听 由于之前金闪闪已经吃饱了 根本吃不下了便假装和了可到 身份信息验证成功 接下来情报就可以分享给二位了 据就是会多年的检测观察 第五邪神黑暗制造者在进入这片森林之后便下落不明 后来威尔城中燃火教团就开始了行动 就是会也尚不明确其中的关联 所以委派了我进行调查 二位如果后续还有需求可以请求你们的帮助吗 当然报酬是绝不会少的 夫妻二人相继一看 直接握手成交 就在这事一旁缓缓走来一道身影说道 见各位已经聊完 那接下来便由我来报答恩情 林则先生杀尼威女士 感谢你们拯救了那些被诱管的少女 之后二位要是来举行婚礼 不仅给你们打九折 还优先帮你们安排 接下来请你们去冒险家协会领取赏金 然后就可以去购置房屋了 而相关的金融房贷流程 会有专门的人带你们办理 在一切都结束半筒后 夫妻二人愉快地走在大街上 杀尼威满脸笑容乐开了花 赚钱还挺容易的嘛 接下来就还差一点就能买房了 突然在一旁熟悉的身影传来熟悉的声音 杀尼威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瞬间瞪大双眼大喊林泽 可却没有丝毫反应 他便是第五邪神黑暗制造者那样 空气中浮现出无数丝线缠绕着周围所有人 咋啊了多 让我们来好好谈谈吧 关于邪神战争的事 只是单纯聊个天就把时间停止 他便是身为第五邪神的黑暗制造者那样 此时此刻竟然直接找上门 对着母神杀尼威说道 如今时机成熟你们也赚到了钱 那就让我们来聊聊邪神战争的事吧 就在煞尼威思考该如何救林泽之事 一双手直接搭在他头上 随着一声温柔的话语传来 我还没那么容易被困住 又怎么放心留尼威一个人呢 这不禁让内亚待在原地道 古老的传越者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挣脱了我的束缚吗 沉浸在恩爱中的林泽面带微笑的开口吗 以前在你手上吃过亏 那么接下来可以说说 突然现身找我爱妻到底有何归干了 可接下来内亚说说的话不禁让二人难以置信 我想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你们 而我打算推出邪神战争 你们就一人一半平分吧 但并不是白给你们的 条件就是等你们去买婚房的时候找我当置业顾问 这不禁让林泽二人两年猛逼 内亚满脸惆怅的继续说着 如今身为打工人的我已经快干了两年半 目前还是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 要是你们不能慷慨解囊为我添一单 我估计就会失业了 无法接受现实的沙尼威脑袋已乱作一团 作为魔兽的主宰 拥有进化权柄的邪神特意暂停时空 结果只是想让我们从你那买套房子吗 甚至愿意交出全品 见沙尼威如此困惑 不知从哪掏出鞭炮就点了起来道 看来你还不懂事业的痛苦啊 比你更早进入人类世界生活的我 可是有相当深切的体验了 在这个社会没有金钱 就根本无法生存更别提战斗了 曾经的我可是睡过桥洞 和野狗抢夺残登圣范 还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流浪世荒生活 这就是人类所缔造的社会 是如此的残酷美丽 不能接受现实的二人疯狂摇头 可再怎么样以内亚的实力 也不至于在人类世界恶肚子 只见内亚将鞭炮熄灭 很是难堪的开口 除了能一瞬间毁灭数个国家之外 哪还有什么遗迹之长 而我可是魔兽之王 总不能去当冒险家猎杀魔兽吧 反正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日子 考虑一下吧 只要买套房子 我的权柄就归你们所有 两个半小时后 林泽二人来到一栋硕大 如同皇家宫廷一般的建筑前 邪神内亚也很讲信用 将权柄给了他们 每人四分之一 剩下的便在燃火教团手中 这时沙尼威转头看向林泽说着 可真是神奇 身为人类的林泽 却能容纳邪神的权柄 林泽不禁有些慌张连忙解释道 毕竟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六刷的一声贴在沙尼威身上握紧 双手眼神是那么的深情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不能让权柄流落在外 被我们所收容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还是先好好参观我们的新家吧 装潢简约而不简单低调奢华 来到卧室的沙尼威呆呆的盯着床 没过多久脸上便浮现红韵 尼南声不停传来 林泽 内亚的权柄好像不太正经 居然会让我再看到床后想那样 瞬间一只触手缠绕住林泽将他扔到床上 沙尼威迎男二胯 已是控制不住自己浑身颤抖呼吸几足 不是一直想要和我们 现在正是时候 屋内大床房两人 2389800 毕竟是花了钱半点是很正常 而屋外身为第五邪神的黑暗制造者 内亚心中正满心欢喜 没想到他自己的计划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以他赠送的权柄 去引导沙尼威回归原始的繁育本能 预育出预言中的存在 此时此刻床上双眼直冒爱心的沙尼威尼南声不断 呼吸急促地骑在林泽身上 远不住开始舔势着伯格 很快他们将融为一体 而与此同时利利斯蒙的精绝 自己母神大人的本能日子 怎么突然提前了 再这样下去要出事 必须马上阻止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行为 可就在他刚传送落地时 无数死网直接将他缠住 直接内亚缓缓走向前道 不许你去捣乱 这可是我伟大的计划 邪神的权柄流落在外国于威胁 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容纳在身体之中 而这份权柄会刺激沙尼威将他的本能所释放 这样那位穿越者 就会被他吞进肚子再重新孕育出来 等那个时候沙尼威会孕育出 救世主的预言也会完成 听完内亚的计划 莉莉丝满脸震惊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又一阵冷哼直接打断道 一定会实现的 毕竟尼威他比起成为妻子 还是当母亲更合适的 此等场面就算是身为全职者的林泽也压不住抢 试图劝说着 尼威我想要的是夫妻之间的并不是你那种进去再出来 而杀尼威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没关系的反正都是进入 那里也因为林泽的关系都已经热热了 只要我把你生下来的话 我们就不只是夫妻了 而在林泽看来尼威的理性早已全无 虽然还保留着部分知情 但也只够支撑正常队伍 如今的尼威恐怕会把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收尽母神的 然后重新孕育出来 果然和尼威之前说的一样 随脚微微勾起一把抓住处手 一阵雷光在他眼中一闪而过 切换模式 依旧温柔的语气说的 抱歉了尼威 接下来可能稍微有些猪暴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说完一条金色铁链将杀尼威捆绑起来 但就在这时胸口心脏传来剧烈的疼痛 和邪神如此亲近 真是太痛了要到极限了 双筒闪烁着阵阵金光 我会按照之前说好 完成接下来的事 眼看时间已过这么久 莉莉丝跪倒在地大 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而内亚却是一脸期待 他们的结合都因我的权柄而起 这样被重新诞生出的林泽就等于我和沙尼威的爱 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令他没想到的什么 原来你是想从我手中抢走尼威的吗 原来邪神还有这种癖好 喜欢互相贴贴 而对方狡辩的理由却是卖房子冲业绩 莉莉丝在一旁很是担心 武神大人的安危不禁问道 你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能挣脱 心中又不禁想着 此人或许要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棘手 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眯眯眼林泽却很是随意的说着 没事只是玩累了 被我哄睡着了 下一秒又将缠住莉莉丝的丝线紧开 你是尼威的眷属吧 麻烦你先照顾一下 又反观第五邪神内亚 至于你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小手指向天空 眼睛一闭一睁 便来到了万象神殿 在此处便是林泽的主场 就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沙漏流干之前 把你所有目的和算计全都谈来 不然的话就不是沙漏流干了 话音刚落周围瞬间出现无数惊炼 毕竟也是第五邪神这种小把戏 对他来说真是小卡拉米 神色毫无变化的 用我最拿手的绝活来对付 你该不会觉得就这点程度 会让我觉得羞耻吧 而此时此刻在他正下方 英灵正直勾勾的欣赏这一幕 内亚看着他们不禁有些好奇 这些传越者们早就逝去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林泽手托塞面带微笑 我只是想让他们复活 带他们一起回家而已 你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与此同时好几屏的房间内 莉莉丝看着陷入昏迷的母神大人 一种莫名的感觉正在滋生 在沙尼威从原始状态回归后 便会持续发烧陷入虚弱期 这次要是没有那个男人 恐怕整座城市都会不保 话说回来 那家伙不会针对母神大人做了什么吧 要不就先开被子确认一下吧 我这都是为了确保母神大人的身体状况 就在这时杀尼威尼男生团来 莉莉丝看着母神大人的嘴子 如同有魔力一般将他吸引过去 心中想着 就稍微亲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但就在凑上去的那瞬间 身后传来林泽的声音 是尼威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这可给莉莉丝整个猝骨疾防满脸通红的大喊 你怎么这么快 而林泽将被子盖好温柔的说着 毕竟妻子还没醒丈夫又怎么能离开太久 还没从刚刚那镜中 缓过来的莉莉丝立马转移话题 第五邪神内亚了 回答他的是一句冰冷的话 已经处理掉了 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五邪神了 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 第五邪神黑暗制造者 内亚竟然被这个男人直接一发带走 难道他的目的是将所有邪神都消灭吗 以为自己知道真相的莉莉丝 双手抱头细思极恐蜷缩在角落 另一边林泽神色温柔的 抚摸着母神沙尼威的头 朝着正在面壁撕过的莉莉丝开口 刚刚办事把自己弄脏了需要去洗个澡 想让他先照顾一下尼威 而与此同时威尔城商业街的一处巷子中 黑暗制造者内亚从传送阵法中狼狈的钻出 亮亮呛呛的朝自己上班的地方走去 心中还在暗暗窃喜 还好赶上下午的组会了 要不然自己好不容易卖出的房子 奖金估计都要泡汤了吧 打工人真命苦啊 那边的另一边必须尽快从两火教团那边回收 按照这样的计划 突然浴室的房门被猛的踹开 打断了林泽的思绪 放眼望去只见莉莉丝脸色微红 说是想找他好好交流一下 想知道他接近母神大人到底有什么目的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他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 不慌不忙的林泽因着脸冷哼传来 就算是他有什么不正经的目的 莉莉丝也根本阻止不了 说着就站起身 露出他的武器 朝着莉莉丝一步一步越靠越近 捂着头满脸通红 但视线还是会忍不住的朝内看去 实在没办法的莉莉丝直接主动出击 毕竟只要挡住了就看不到了 在面对被锁侯外加一把小刀架着脖子的情况下 依旧冷静的林泽 唯独自己的武器不是很冷静 轻轻地推开面带微笑地说着 要是无论如何都得保护的人 那必须就要更坚定一点才行 而在与莉莉相见之前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 只不过是以比友的形式交换书信 而莉莉丝又怎会信老渣男的鬼话 不过在听到母神大人的比友识棱注 因为那只有一位 还是追了一本少女漫画 见莉莉丝还是满脸写着不信 便直接当场说出了那本漫画的作者名叫琳娜 只因为听说将自己包装成美少女漫画家会更欺负 莉莉丝一听直接抓着林泽就一顿甩 她根本无法原谅 自己与母神大人一同追动了整整1700年 竟然是眼前这个猥琐大汉的作品 而最让她生气的是漫画 不仅感情线毫无进展 就连故事的结局都没画完直接跑路 这真是该死啊 可就在他们二人愈发激烈之时 门却被推砍 近来的正是沙尼威 也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直接瞳孔地震 他身为森之黑山羊母神沙尼威尼古拉斯的眷属 竟然背着他直接偷家 胆子变大的原因却是邪神的第二一变七即将来临 传说中伟大的造物主死去后 因血液失去生机而变得污鬼 但凡沾染此血液便会剁为邪神 权柄也变得扭曲 这便是第一变七 而在这之后经过岁月的洗礼平息邪神战争后 第一变七就此度过 但然而一变并未停止 世界的本源依旧以邪神的姿态存在 在扭曲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就像第五邪神那样 为了自己不被影响舍弃权柄 这么做却创造出了另一个更加被扭曲的邪神 但依旧只是缓兵之计 只有抛弃所有才能保持清醒 最终将剩下的权柄交给林则二人 之后便发生了那种事 以为母神大人还在昏迷的莉莉丝 刚想质问林则到底发生了什么 却被他当场捉奸在此 莉莉丝脑袋一片空白 以为自己马上就要重生了 而这是一双手拍在他的肩膀 原来是林则站了出来帮他解围道 要一起加入吗 只见沙尼威二话没说直接同意 就在握手的瞬间 二人的灵魂在这一刻产生了交融 之前林则的所作所为都被他知晓 选择原谅他的沙尼威便让莉莉丝出去 想拥有自己的二人世界 莉莉丝也只好答应 来到门外的他还在思考母神大人 应该不会怪自己 又仔细想想不是说好的加入吗 反手去触碰门把手 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而浴室内林则就算泡着冷水 都压不住心中的火气 扫描着沙尼威每一寸肌肤 为了让自己注意力更加集中嘴上说着 当下必须要将火焰君王解决 但沙尼威所担心的是 其他邪神会不会也发生这种情况 如今的邪神对于这个世界 就像是定式炸弹 与此同事交外 金闪闪吃着小烧烤 忽然一旁打来一个视频变化 原来是教会大长老 得知他们接到了尤格大人的启示 金闪闪当场就联想到之前那个男人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是同一人 又从中了解自己必须要化身拆弹专家 邪神的权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堕落 污染他们的人格与心神 当所有邪神全部暴走之后 第二一变妻也就降临 而救世会的任务便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一变妻的导案 人类与邪神郁郁的生命 究竟会有多强 我也不知道 现如今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那一步 自二人结婚以来首次坦诚相待 老渣男林泽直接发起进攻 率先上手抚摸着沙妮威的脸颊 让我们继续做还未完成的事情吧 做 可能是由于水温过高 沙妮威脸上的通红 这种事情怎么想都不行吧 好歹在浴缸里 不行不行 脸皮有好几层的林泽丝毫不管这些 更是凑近 把这沙妮威的秀法都老夫老妻了 害羞什么呢 还真是可爱 放心吧我会很快的 刚说完的下一秒 整栋楼房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浴室大门被猛地打开 一道身影从中飞出 满脸写着安详的林泽心中却在窃喜 终于给他扔出来 再多待一秒心脏就要爆炸 与此同时 冒险家协会处 看板娘正想去拜访自己的救命恩人时 却被赶来的内亚叫他 由于长得和燃火叫主太想 对方直接炸毛 内亚却表示自己并不是同一人 又递上自己的工作证 说是来注册成为冒险家的 在看板娘反复对比确认后 终于松了口气 便熟练地介绍注册流程 但就在提到需要测试时 会长眼神犀利直接打断 他想知道为什么要同时打两份工呢 又为什么选择成为冒险家呢 两个问题直击 内亚灵魂有些尴尬 因为来这之前自己已经被炒鱿鱼了 当冒险家也是朋友推荐的 还说以后有项目会带他一个 在了解过后会长挤出笑容 以他的视角对方体内的魔力 就已经让他喘不过气 又回想起之前那对小情侣 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就这样第五邪神黑暗制造者 成为了冒险家 另一边干活干累了吃起了小火锅 毕竟新房子还没好好庆祝 而在这优雅的环境下 吃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但就在莉莉斯忍不住就要去家时 林泽直接打乱 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之前在燃火叫帮助他们 是你吧 火锅的诱惑你经得住吗 但要是最后一顿呢 满脸和善的林泽 莉莉斯借助这个机会询问莉莉斯 那天帮助燃火叫团的人就是他吧 莉莉斯此刻心中很是慌张 想到就连邪神黑暗制造者都被他干掉 握筷子的手指不住的颤抖 连忙解释道 那肯定不是我呀 要不然母神大人一眼就能发现事吧 只见莎尼威边吃边说 当时好像就是莉莉斯 瞬间被卖了的他依旧坚持 一定是当时太黑看脱 而林泽也没有识破谎言 还想拜托他接触燃火叫 地旁的莎尼威很是不子 为什么莉莉斯好像很怕林泽呢 还不敢承认 就在这时屋外有人敲门 正是那样与冒险家协会的看板娘 见林泽童中走出 表示他们是来送你的 感谢那天出手救了他 后二人被带到餐厅中 看板娘一下就看到了莉莉斯很是震惊 结结巴巴的大喊 你怎么在这 首先你先别急 然后你再别急 可对方已经凑到林泽边上 那人就是燃火叫团的童物 眼见事情已经败露 干脆就直接承认了 啊对对对 就是我 我只是不想把母神大人 让给你这种男人 所以才会去找他们合作 要是母神大人喜欢的人是我 就不会想和别人在一起 这就是原因 把我杀了吧 像处理第五邪神那样 可下一秒内亚就出现在他面前 林泽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解决的只是权柄 但是已至此 以后也没法再面对母神大人 还是杀了我吧 沙尼威这时却直接打了 将他拉到身旁 对我来说莉莉斯可是我最重要的眷属 一直以来都很努力了 此行此景不禁让看板娘棱在原地 什么第五邪神眷属 怎么感觉自己根本融入不尽呢 就这样四女一男坐下来 开始聊起了正经话题 究竟谁的更大一线呢 在那之后莉莉斯又找上了燃火教主 对方表示自己已经找到新的办法 可莉莉斯却一脸不谢 要是再被破坏一事 恐怕之后都没机会了 试图劝说让他去见母神大人 或许还能帮助他实现愿望 愚蠢的凡人啊 重复在母神大人的威严下巴 而无知的女人还在怀疑母神大人 竟然会亲自出手帮他唤醒火焰君王 见女人有些难以置信 莉莉斯继续补充 母神大人早已俘虏黑暗制造者 另一半权柄就在母神大人手中 而我们想要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 城福 沉默良久后最终还是选择来见母神大人 可当燃火教主见到内亚后 瞬间形成火花 看到你的脸还真是怀念 内亚很是不屑 平时都不照镜怎么 明明就是我的燕品 也就在这时杀尼威可乐可打断二人 燃火教主也意识到自己的事态 尊敬的母神大人 火焰君王的臣子特来觐见 恳请您对沉睡的五主示意援手 身为母神的架子一下就体现了出来 说出辱之所求 而在不远处草丛中 金闪闪眼看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还夸赞到咱老婆的气场 要是不说还真以为是邪神了 况且你们是怎么策反内卫的 林泽只是微微一笑 这对尼威来说都是机操物六 而内卫 与我老婆的关系不一般 在了解我们的计划后 才愿意将功补过 金闪闪听得很是崇拜 如今就看燃火教主会不会上当了 只见沙尼威缓缓走向看板娘十字架出 如今 于需要辱之忠诚 在完成仪式后 要舍弃火焰君王成为内亚的眷属 如愿意的话 于便会将火焰君王再次降临世间 一番沉默后 他还是选择了愿意 为了让五主复活做什么都愿意 沙尼威剑上钩后 一挥手让内亚把契约交给他 可当燃火教主仔细一看 竟然是购防异象书 满脸问号地被收走 表示职业习惯 这回绝对没错了 还是经过邪神宣誓认证过的 在契约成功后 便开始召唤仪式 毕竟上次被打扰只完成了一半 这回一定要成功 此时草丛中金闪闪早已安耐不住 契约都欠了可以收网了 却被灵德一把拉住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火焰君王出来 这在金闪闪听后满脸惊讶 想贪功吗 难道就碰我们这几个人吗 要是面对邪神早就被团灭几百次了 星红之月正在冉冉升起 但有些令沙尼未惊讶的是 在用内亚的权柄后 召唤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而这在林泽看来根本无所谓 因为他会出手 毕竟对付一个半吊子邪神 用不了他多少力气 身为牛头人 却喜欢看女孩子之间贴贴 却不料二人在不走后跟手 气得牛子直接杀掉其中一人 而如今林泽却告知 敢不敢跟西斯提亚再碰一碰 牛子哥冷吼一声 因为林泽所说之人 正是被他杀害的那人 简直痴人说梦 便从下体掏出一把牛战石之斧 就凭当年他那种水平 又怎能与身为神明的他冲动呢 于是露出一抹自信微笑 扬眼等他手认了林泽 便要回到世间缔造百分花开的神 另一边林泽听后阴震 谁说他死 你们以为在邪神折服七十我都在做什么 整整三十七年 将西斯提亚的魔法推演到了极致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真的以为如今的自己 还可能是西斯提亚的对手 后照出一笔战毛底了上去 西斯提亚脸色羞红 往缓摘下面罩 露出了那血红色双脸 没想到死去了这么久 还能有机会再次吃什么战场 此等场面不禁让一旁的那亚连连腾草 原来他的人设是这样的 林泽却表示他只要一把眼睛露出来 性情就会变得刚烈一些 西斯提亚来到牛子身边 是你杀了我 而牛子二话没说 直接挥动自己的战场 明明是你拒绝了我的 那就再死一回吧 顿时火光冲天 无数烈焰凝聚在天空中 下一秒便朝西斯提亚红卷 在牛子以为就这样结束时 猛然睁大双眼 只见西斯提亚缓缓从火光中走出 就这点温度连衣服都烧不坏了 这是那亚思考 穿越者们是被世界规则所选中 用来对抗邪神的武器 带他们成长到极致 甚至杀死邪神都不假 但因为自身寿命环境限制 几乎没有能成长到这个阶段 除非有人在他们死后 继续学习锤炼这些穿越者的技能 而西斯提亚的灵力电视 将敌人的攻击按照自己的意志 转为他的所有力 随后将火焰压缩到极致 手中的长矛摔向牛子人 带动着火球 瞬间贯穿对方 鲜血刺剑 西斯提亚欣赏的这一幕 终于为自己爆头 下一秒和弹爆炸 牛子人就这样梦想破灭 西斯提亚手握另一半权柄朝着林泽走去 给林泽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这样该死的邪神就又少了一位了 而这也是林泽在穿越到一世界以来 最接近危险的一幕 因为他差点就被闷死 内亚看着这一幕内心依然平静 永恒且全能再加上穿越这军团 这股势力绝对能横扫所有邪神 只不过 现在这场面记录下来 等回去给宁威看看 不知道林泽还能不能永恒 做 那种事情什么的也太酷啦 而林泽为了确保事情发展顺利 在西斯提亚秒杀牛头人之后 林泽终于还是忍不住做 请使用吧林泽先生 会稍微有点疼要忍耐一下 克死他乡的迷途旅人了 以无致命呼唤 乳之职责已经完成 乳之束缚应当解除 随后一把将一箱神的锁链拽出 这些锁链乃是死去的造物主残留 是穿越者们集体的诅咒 而如今林泽正在把西斯提亚身上的诅咒解除 随着一声呵斥 给我断 瞬间清脆的响声传来 西斯提亚重重的摔倒带地 他们成功了 随后林泽抬头望向远方 看到家的方向了吗 西斯提亚随着林泽的目光看去 请客之间流下了一行眼泪 因为他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床 熟悉的空间 熟悉的脸庞 非常清楚 而另一边见过了这么久都没回来的莉莉斯表示 还没有回来会不会是赫内亚私奔了 一旁的沙尼威眼神坚定 出气之间就应该互相信任 他能感觉到林泽还在万象神殿 一定是在开会 而他作为妻子就应该在等他回来之前 做好爱奇便当 见沙尼威如此兴致勃勃 莉莉斯不忍心的开口 我个人觉得作为人类的林泽 不一定会喜欢母神大人民的客家菜 毕竟上次吃过的那位已经重生过了 听莉莉斯这么一分析 觉得非常有道理 打算换一些更珍惜的食材 可就在思考时 一声门铃声打断 以为是林泽的沙尼威感冒去开门 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带球撞人 还差点憋死 西斯提亚面带微笑 初次见面我是林泽先生曾经的伙伴 真不愧是林泽先生的眼光 就在沙尼威不知所措之时 林泽开口让她不要做了 毕竟自己都没怎么碰过呢 于是开始了自我介绍 母神沙尼威来自母朝的邪神 也是我的妻子 西斯提亚与我一样是位穿越者 缔约教堂的创建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会一同生活 直到为我和林泽举办婚礼 沙尼威一听一脸猛刚想开口询问 一双灵活的手突然出现 在她的手上来回滑动 西斯提亚在一旁警示 她这次前来不仅仅只是婚礼 还有关于爱与欲望的教理 边说边将手伸进去来回摩擦 再你和林泽先生顺利完成 任务之前 我便是你们的指导老师 任何阻止你们的障碍 我都会将其一扫除 说完便聊起裙子 下一秒 同神秘的四次元空间中 掉落一大堆五颜六色的书本 让我们一起努力把书上所有的姿势学完 沉浸在欢愉之中吧 一本漫画追了1700多年还在更新 还好活得久 要不然都等不到结局 这是距离林泽与沙尼威见面 很多很多万年前的故事 此时的母巢之中 沙尼威躺在自己几万平的小床上 不断地重复 好无聊啊好无聊 还时不时翻来覆去的大喊 好想看漫画呀 而就在这时 房间门被缓缓打开 莉莉丝探出头轻声说道 母神大人你要的东西来了 沙尼威听后瞬间坐直 装作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下一秒莉莉丝便掏出一本 二十八的小本书 报告本周的好想大声说 爱你刚刚已经拿到 沙尼威见后瞬间两眼冒金光 已是迫不及待 赶快呈上来 立马津津有威地看了起来 莉莉丝望着沙尼威的背影不禁感慨 母神大人能一直追这本漫画这么久 还真是有毅力呢 已经连载一千七百多年了 沙尼威听后保释 主要是林娜老师的故事讲得好 男女主人公明明对彼此都抱有好感 却因为隐藏各自勇者和魔王的身份 无法和对方坦诚心意 莉莉丝听后不禁想吐的好道 再怎么说 也不能画了一千七百年 都没有坦诚心意吧 很多人类读者 从出生就开始追这部漫画 直到去世男女主的感情推进 还是在原地踏步 随后叹了口气 估计画这本漫画的林娜老师 恐怕也是和母神大人相似的长寿主 一会功夫后 沙尼威已是心灵一不 接下来便打算跟以前一样 给林娜老师写这一期的读者回信 与此同时万象神殿中 林则死气沉沉 因为这个月的稻子 竟然还有这么多要画 而在一旁的老金闪闪见后 表示这都是你自己不甘寂寞 非要画什么少女漫画的结果 而就在这时西斯提亚黄返走来 手中拿着一封读者来信 表示这位沙布小姐 已经连续给林则先生 写了一千七百多年的读者回信 老金闪闪附和道 这信写得这么真挚温柔 你居然不心动吗 干脆就坦白自己是人男人 和沙布小姐结婚算 而林则听后却微微一想 结婚 结婚是不可能结婚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结婚的 小小的短裙之下 竟然隐藏着神秘空间 而西斯提亚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为了能让林则二人熟练的操作 沉浸在知识的海洋畅快遨游 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授课了 正所谓理论都是垃圾 于是直接进入实战演练 这是一脸懵懂的沙尼威举手示意 正题是什么呢 只见西斯提亚拍了拍手 内亚收到指令 命令下属搬出一张大床 随后西斯提亚坐上去 现场教学 于是西斯提亚一把将内亚拉过 还让林则两人接下来要好好学习 这可是教学添花吧 而此时的沙尼威很是羞涩很是不好意思 另一边林则则是已经带上了显微镜 打算观察每一处戏集 还安慰到活到老学到老以后 还是有点帮助 我们就随便看看就行 被林则这么一说刚刚还在犹豫的沙尼威 下一秒立刻也带上显微镜 两人一边看一边记录着每一步操作 只是关注的点不一样吧 在林则视角中 分析到西斯提亚的诅咒已经完全解除 即使和邪神如此贴贴也 丝毫不会有任何痛苦 这不禁又让林则回忆起 曾经缔约教堂刚成立的时候 西斯提亚也做过这样的事 接下来交换位置 还表示接下来的动作非常关键 首先要先尝尝有没有味 而此时的内亚一脸嫌弃很是敷衍 丝毫没有任何的欲望 好似在CD7一般 另一边夫妻二人奋笔疾书 简直三好学生模范榜样 沙尼威也露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可这让一旁的莉莉丝很是担忧 母神大人竟然真的要学会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 这进展实在是太快了呀 母神大人是越看越认真了 这可不行必须要阻止他们 避免两人晚上独处的时光 就在当晚 莉莉丝选择化身成三八线 而理由便是要汇报母朝的工作 沙尼威却一脸无奈表示明天也是可以了 可态度异常坚定的 莉莉丝却理所应当的开口 今日是今日必 以后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好好汇报 但就在话音刚落 床下一双血红的双眼缓缓睁开 一把抓住莉莉丝的手腕 下一秒就将她拖了自己 只留下一句白天的教学内容 要好好滚不复习哦 沙尼威听后体温瞬间身高几百 我们会试试看呢 她只是阻止别人办正事 就要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无论她如何请求色情凶女 对方都表示只要不再去捣乱 就放了她 而就在西斯提亚边收边打开厨房柜时 呆住了 满柜子的神秘小料理不禁让她感叹 煮饭这方面还真是有意识 莉莉丝也很无奈 如今家中所有的食材都已经被使用过了 又见西斯提亚不知从哪掏出的一盘暗黑物质 连连大叫那种东西不能吃啊 要让我吃这些我宁愿保在这 可西斯提亚却表示 这些菜只需要稍微回炉处理一下 就会变得好吃哦 快来一起加入吧 之后忍不住好奇心的莉莉丝还是开口询问 如今你是算复活了吗 已经死掉的人竟然还要吃东西 可真是奇怪啊 西斯提亚边忙活自己的事边解释着 也不算完全复活 现在的我其实就是林泽先生制造的幻想罢了 而这也听得莉莉丝满脸问号很是不解 西斯提亚微微一笑 你可以把我当作林泽先生释放的一个魔法 这个魔法可以拥有继承死去之人的人格意识和记忆 穿越者是为了杀死邪神而被召唤过来 只要使命没有完成就不会得到解脱 就会被永远束缚在这个世界 而林泽先生为了能让我从诅咒中脱身 所以才击败了牛头哥 莉莉丝听后眉头微皱 果然穿越者都是邪神的敌人 刚想继续开口 却被一双手摸了摸头 放心吧 林泽先生对 杀尼微小姐是真心的 而消灭邪神的办法也不一定是杀掉了 他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现在先填饱肚子吧 莉莉丝转头看去 很难想象这就是之前那乱七八糟的碎肉和出手做的 话说为什么会变成炒面了 西斯提亚却表示 这就是爱情 只要稍微加入点爱情就会变成炒面了 莉莉丝满脸通火 鬼才幸运 但心中又多了一丝奇怪的感觉 心跳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快 而就在这时 一声肚子叫打破了这局势 蒂亚与教主走了进来 应该不会介意我们加入吧 西斯提亚却开口 要吃没问题但要换的地方 随后一行人来到卧室门口 做着一些连变态都觉得变态的事 这时一旁很是好奇的教主询问道 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他们办正事呢 而蒂亚与西斯提亚却一口同声地回道 这毕竟是预言中的人 所以要好好看住莉莉丝不要捣乱 说完西斯提亚便急匆匆地走出门 来到了帝约教堂 修女游中的祈祷着 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 可结婚的人依旧越来越少 就在这时西斯提亚突然出现 因为结婚的条件变得更加艰难了 与此同时金闪闪得知 刚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穿越者 已经杀死了很多就是会的成员 还记得樱花树下和那个他的约定吗 而此刻美好的爱情却被虐杀 一位穿越者中出现了一位邪恶之徒 名为杀人魔基拉 他觉得当好人也太无聊了 早在穿越之前他就已经杀了很多人 都是强者那一方的 哪怕是异国的首相 只要被他盯上就难逃一死 而这个过程更是令他身心愉快 对他来说能来到一世界就像是来到了天堂 无论哪边只要值得去杀 都会一视同仁 这时奄奄一息的卫士 在面对杀人魔并没有一丝畏惧 坚定的语气表示就是会一定会出手 随后浑身散发炽热 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微笑 圣吸一击 瞬间一道光柱直接穿过基拉胸膛 这是用生命凝聚而出的最后绝杀 而此刻原本开了大洞的伤口正在缓缓愈合 基拉微微一笑 掏出匕首上去就一顿乱看 什么档次 竟然还敢让我流血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只剩下一副盔甲了 看来你的能力就是能将它们吃掉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造物者灵 和你一样都是穿越者 虽然曾经是救世会的一员 但如今已不再是了 可作为乐园的创建者 我想让你玩得更开心意 比如开始一场紧张刺激的猎杀游戏如何呢 与此同时缔约教堂出 修女带着500年婚礼举办记录来到西斯提亚身边 而西斯提亚正精心策划着 林泽与沙尼威二人的婚礼 但这让修女很是不及 那二人究竟是何人能让西斯提亚大人都为他们操劳 西斯提亚却面带微笑 林泽先生是初代最强穿越者 沙尼威小姐则是身闻母神的邪神 修女听后直接震惊她三观 这信息量也太爆炸了 难道世界就要毁灭了吗 西斯提亚见后上前安慰着 不必担心 只要我将低约教堂升到星空之上 连接母巢和万象神殿 共同搭建一个婚礼场地 这样就足以容纳所有的穿越者和邪神了 修女在听了这个建议后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这么做宾客双方确定不会见面就打了 真没想到 低约教堂会成为毁灭世界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金闪闪来到林泽大别墅门口 正想讨个说法 为什么就是会的创建者会和大协生结婚呢 现在竟然还住在人间玩着夫妻角色扮演 可就在她刚要敲门时 门却被猛地推开 无数触手喷涌而出 房间中众人一个个被缠绕捆绑在半空 那呀叹了口气 又失败了 但情人皆快乐 谁说穿越了就一定要当正道的光 她偏步 开局就疯狂屠杀 而这一点正好被造物者林看中找上了她 金闪闪在得知后第一时间登门拜访林泽 这一次表情严肃与气端正 可林泽却满脸嫌弃 现在知道我是真的了 下一秒金闪闪直接扑通跪倒在地 直呼求大佬收留 你就是我永远低哥 而这一幕却被沙尼威打断 为了保护林泽他必须要警惕男童 言归正撞后金闪闪表示 有一位新降临的穿越者 屠杀了诸多救世会的同事 如今那位的代号是杀人魔 林泽听后坐起身刚想即刻出发 却被沙尼威一把抓住表示自己也要去 与此同时森林之中 突然出现一个大黑洞子 林泽与沙尼威走出观察着四周 而此处竟然有一种让母神沙尼威都感到恐惧的气息 留下此气息的人必定杀死过邪神还不止一位 林泽见后却立刻知晓是谁 对方完全有能力把痕迹抹除 那位穿越者也被他带走了 他是个非常危险的人 随后张开手将地上的气息息落 瞬间凝聚成全息投影 沙尼威见后表示长得跟林泽有点像 而投影中的林突然开口 你果然还是走上了和邪神同流合污的道路 下一秒林泽却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说正事 对方依旧面带微笑 我只是想告诉你 黄昏乐园的活动将会再次开启 想逃离乐园的穿越者就算是已经死 我也不会让他们如愿 命运的天平已经逆转 接下来降临的穿越者们都将会成为乐园的一份子 真是期待能再次跟你厮杀 不过在那天到来之时 你可千万不要先死掉啊 消失后 沙尼威第一时间紧紧握住林泽的手语气非常坚定 请告诉我你们的故事 而我身为你的妻子想帮助你 林泽听后内心很是温暖 上前轻轻握住脸颊 其实也不用怎么担忧了 曾经的林也是位穿越者 只是性格有些偏执 将这个世界比作成玩游戏 把其他穿越者视为和自己一样的玩家 至于邪神则是看作游戏中必须要打败的包 而他觉得既然是游戏 死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也是他所期望的 当林泽知晓后便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终将他干掉 但令林泽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复活了 并且还成立了黄昏乐园开始跟林泽对着赶 而在这之后 便是跟他不断重复着杀掉他的故事 老夫老妻好几天 连嘴都不敢碰 只因一边是邪神 繁育了万千子嗣的母神沙尼威 另一边则是穿越者 世界的全知者 拥有永恒寿命的林泽 而这天终于跨出了那步 两人打算去大都市被恩斯新婚旅行 但莉莉丝却一眼就看出猫腻 所谓的旅行 其实就是解决金闪闪所说的事情吧 沙尼威听后并没有否认 毕竟也不能放任不管 料到的莉莉丝大叹口气 随后冲的林泽就是指指点点 自从母神大人跟你结婚后一直在忙碌 你身为丈夫能不能有点自觉啊 这让一旁的沙尼威连忙解释 能和林泽一起亲身经历觉得很有意义 而这番话语顿时激起了莉莉丝的联想 这可是征服人类 让世界成为母朝附庸的第一步啊 下一刻便一副交给我就放心吧的表情 我会照看好此处据点 但林泽却表示 等到了晚上他们还是会传送回来吃饭睡觉 至少去的过程是以普通人的方式 草点太多利利斯完全堵过来 普通人谁会用旅车呀 这还算是旅行吗 就这样 林泽与沙尼威踏上了所谓的旅行 车上两人开始讨论着距离 这才发现不是很近 以维尔乘道大都市需要跨越森林和霞虎 按照他们的速度 大概要两年半的时间抵达 沙尼威缓缓抬头 虽然我们是新婚旅行 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林泽面带微笑摸了摸沙尼威的头 要是真发生了什么 我们再用魔法顺移过去好了 接下来就直观享受旅行吧 沙尼威接过打开一看 这竟然是一路上会经过的旅游景点 甚至还标注了特色美食 顿时眼貌金光 话说起来自从到了人类世界 还没好好领略过美食文化呢 就在沙尼威看得津津有味时 林泽主动出击贴了上去 指着一处地点开头 连最峡谷有一家温泉旅店 听说非常不错 被这么一说沙尼威 立刻挠不出了画面 然后等泡好温泉后 他们就能开始 就在这时一旁 传来熟悉的话语打破了幻想 大庭广众之下 谈论夫妻之事这可不太好 随后轻声说道 等路过大森林时能帮个小忙吗 与此同时 贝恩斯的一处诊所中 医生你真的什么病都能治吗 而回答他的 却是一脸微笑的邪神萨曼 只要能支付足够的报酬 无论什么病都能痊愈 积了一脸和善的感情 我得了不杀死邪神就会死的病 明明只是第一次 就变得如此之大 完事后更是满脸幸福地 靠在林泽肩膀 你可真厉害 而林泽却依旧没满足 还想继续吃 一旁老板更是连连腰 咱家的烧烤权益世界仅此一家 传承穿越者的独家秘方 林泽接过烤穿 并让老板多加点自然 沙尼微店后更是口水直流 他还要更多 满脸宠衣的林泽也只好顺着 并表示如今的他们 离连最峡谷已经不远 等他们吃完 直接去温泉旅广当 而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来了一男一名 其中男子连连劝说 明贵为千金 怎么吃这种路边摊呢 可女子听后却毫不理会 转头询问其一旁的林泽二人 这是我第一次 能借鉴一下你们成熟时刻的吃法吗 林泽听后见一点 他们数量的三分之一就够了 这家店的味道特别正宗 吃了就像是回家里的 而就在话音刚入 男子走上前 感谢您给大小姐的建议 随后立刻掏出一笔魔法见识 但凡食物不可口 你就必须用你的命来承担责任 沙尼微听后顿时脸色一群 竟然敢威胁林泽 就在他准备秒杀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子时 一双手搭在他肩膀担住了他 随后面露难堪的林泽赶忙起身 够了马尔斯 便拉着他回到了座位 并朝林泽二人连连道歉 我的名字是维多利家 你们这顿饭就寄我账上吧 而吃饱的林泽二人 便打算先回莲翠霞 故意会便来到了旅店之中 有些无聊的沙尼微提出了的建议 想完枕头大战 还想把莉莉丝他们一起叫上 可林泽却一股漫不经心的点点头 这态度顿时惹了沙尼微有些生气 竟然敢敷衍我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林泽却有些头大的解释 刚才那两人恐怕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类 随后掏出一本书地了上去 而这本书名正是维多利家的游记 林泽面色更加沉重 此书是我数百万年前朋友所写 内容是贵族少女维多利家 为了去大都市学习艺术 带着骑士马尔斯旅行的故事 而故事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那个马尔斯并不是活人 只是一具被维多利家操纵的尸体 谁能想到在一起吃烧烤的并不是活人 而是被操控的尸体 只因少女维多利家 无法接受自己骑士的死亡 对他有着病态的执着 所以想让骑士马尔斯看起来像活着一样 从书中得知 维多利家最终的目的便是 接触某位邪神救回马尔斯 一旁杀尼威顿时知晓 与医学相关的邪神只有萨曼 而接下来故事中写明了 维多利家得到了萨曼的允许 留在了诊所中学习 可如今却发生了点意外 与此同时萨曼诊所处 周围鲜血四见 杀人摩基拉手握匕首 一步一步跟随其后 你好歹是位邪神 也太弱了吧 早知道这么无聊就不来了 而萨曼却表示 自己并不擅长战斗 又扔出一张情侣罩 如果你想找点刺激的 可以去跟他们玩 最强的穿越者和最古老的邪神 基拉听后将匕首猛地扔出 但在这之前先得干完你这代 这时突然出现一道屏障 将匕首抵挡在外 毕竟身为邪神还没这么容易被杀 基拉见此满脸兴奋 这样才对 再反抗的激烈一点 可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在梦境之中 随后房门被推开 故事小姐告知有人来访别玩了 萨曼却露出微笑 我可是在认真工作 这位患者可是得了不猎杀邪神 就会死的起病 而我作为医生就在让他不断猎杀邪神 从开始到现在一共杀了我713次 故事听后很肯定地表示 他就是来杀你 萨曼却不以为然 毕竟患者确实说出了自己的病情 如今只要等他杀到心满一族 就会醒过来 不然的话就永远无法苏醒 另一边维多利家有些慌张 生怕萨曼不愿意教他 而一旁的马尔斯却表示 他能教小姐是他的荣幸 维多利家听后绝了绝嘴 这时萨曼走了进来一眼 就看出其中端倪 此刻夜深人静的温泉旅馆中 却很是热闹 因为准备好了吗 哪怕是林泽为对手也不会说 为了林泽先生而战 胜利终将属于母神大人 说完林泽缓缓抬起手 身旁瞬间出现许多枕头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真正的枕头大战吧 密集三连枕头飞弹 当场命中莉莉斯第一个出局 母神大人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另一边 触手卷起的枕头以蓄势待发 下一秒当场将林泽卷 在半空肆意玩弄 莉莉斯见后连连吐槽 能别奖励他吗 对方是不是活人 他一眼就能看出 可男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 还在争执是他小姐要学医 萨曼眉头微皱 在我面前就别隐藏了 出生贵族又怎会找我协神学医呢 话语间马尔斯定在原地 眼神失去高光 这时为多利加早的近来解释着一切 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 曾经发过誓 哪怕是死亡都要在一起 可他却掀我一步离世 这不就表明让我也别活了呢 但我还没活够 还想好好感受这个世界 所以我必须要复活他才行 便转头看向萨曼目光中透露着希望 萨曼随即开口 这种小事当然可以 前提是你能做得起报酬 要不然就要像某位病人那样 与此同时大森林处 战斗了一晚上的杀逆威腰酸背痛 还沉浸在枕头大战中的刺激 而此刻他们二人便要出发帮助内亚 不久后来到一颗巨大的石人花面前 可下一秒 石人花瞬间将他们吞下 随后来到另一处空间中 他们的任务便是摘取果实 却没想到此处空间如此之大 很难想象这是在花的肚子里 林泽却在一旁解释 此处就像你我的万神殿母巢那样 是内亚以前的住处 说完手拉手 来到波信仰之月 完美入水灵水花 没过多久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一棵树上竟然长着许多西瓜 又回想起内亚所说的话语 我在自己家养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果树 请帮我把那棵树的果子摘下带给萨曼 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水果 对于萨曼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药材 在一旁的沙尼威却认为只是摘个水果 而内亚已是满头是汗 是这样没错 但过程会有些羞耻吧 可就在二人盯着西瓜准备动手时 树居然直接开口说话 要想摘我的果子疼 但必须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在轻轻的时候有没有拉过丝呢 下一秒两人一口同声的开口 没有 又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觉 他们到现在连对方嘴都没碰 只要吃了这个瓜 半年没怀上孕就会立刻猝死 只因林泽与沙尼威来到一棵西瓜树前 正要摘西瓜时 却不掉树竟然张口就开大车 更是非常过分的让他们原地嘴一个 还要直播激烈互动 只有让他看到爽 才能摘果 沙尼威听后脸色疯疯 原来那样说的麻烦事就是这个 而咱们林泽却丝毫不虚 反手从裤裆掏出一把电锯花生光口鸽 欺软怕硬的树精顿时哀求不断 下一秒便非常自觉地将西瓜主动摘下 可精灵的林泽一下就看出其中猫腻 这种瓜肯定不饱熟 树精则面带微笑 大哥你说笑了 我是掌西瓜的 能卖你生瓜弹子吗 话音刚落瓜就被劈成两半 树精反应也非常迅速 瞬间把自己薅粗 大哥那只是个小意外 其他的保证熟 沙尼威随即拿起一个拍了拍 沉闷的声音传来 这就表明是瓜是熟的 又劈成两半后 边尝了肠胃的沙尼威边询问起瓜的功效 因为这是拿给萨曼当药才用的 但接下来的话语瞬间让沙尼威待在原地 此瓜主要是用来方便延续生命和安胎用的 如果吃了之后半年没怀上就会有生命危险 与此同时被恩思诊所中 维多利家内心坦克不安 一旁护士姐姐见状便询问缘由 可他却边脱边表示 不知道自己要多久才能把马尔丝治好 护士却将袜子递了上去 如果你想自己实现的话只能再等等 随后维多利家换上了一身护士服务 却很治不及 明明是护士为什么还要穿白丝呢 又回想起萨曼所说的话 在我们诊所时 一定要穿白丝才优雅 如果你也爱白丝 那我们就是好朋友 不禁吐槽 既然这么优雅 为什么他自己不穿呢 护士顿时露出满脸嫌弃 因为他不光自己会穿 甚至还想给每一位患者都穿 之后就被萨曼叫了回去 讲了几点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 他们诊所早走晚五 下班一秒钟还留在诊所就要付诊费 还有千万不要进入地下室 因为那里有个特殊的病人 其次最重要的一步 任何时间跟他共处的情况下 灯灭了就必须立刻逃跑 不然就会死 可就在下一秒灯瞬间熄灭 黑暗中多了双血红色双眼 这个男人不看白丝就会死 还好他自己每天都穿 就在刚刚 维多利加为了拜师学艺 还是穿上了袜子 在二人共处讨论劳动合同的瞬间 灯突然黑了 就在萨曼看不见白丝就要发飙时 从一旁伸出一只鼠 正是马尔斯 随即两人破窗躲过一截 维多利加顿时满脸担忧询问伤势 眼角不停滑落泪鼠 马尔斯却硬说自己没事 就在这时萨曼同一旁走来 全身缠绕着诡异处手 已经没事了 只是有个被隔离的患者发了点脾气 等药到了就会好了 此时马车中 沙尼为担忧的捂着肚子 只感到那里有些痒痒了 于是灵泽便开起魔眼一看究竟 结果发现腹部被一种神秘的魔力滋养 虽然造成不了太大影响 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得先拿掉 这时不远处草丛中两道身影窃窃私语 看这一车西瓜肯定是要进城做生意的 等咱们干完这一条 就有钱去找医生做完剩下的手术了 可另二人没想到的是 林泽就在他们身旁从头到尾听着一切 其中一人顿时挥动着自己触手胳膊就想将林泽干掉 林泽却毫不畏惧轻松躲过 果然有邪神的特征 下一秒只是划了划手就将触手切成鱿鱼须 随后甩给沙尼为分析到底是什么成分 未明的邪神啊 我已获得你的赐福 请在无知面前展现乳的真名 顿时一道法阵围绕在沙尼为四周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竟然是锐金 黄金之王莫法龙神 红头金歌紧紧握着自己胳膊 可恶啊我的王之力 发音刚落又是一卡 另一人的王之力也随之消失 又是一阵仪式后 显示的竟然是巨神真祖乌陶斯 但令沙尼为疑惑的是二人并不是他们的信徒 林泽却表示这个问题很简单 随后一脸和善的询问 能解释一下你们的王之力吗 欺软怕硬的二人立刻哆哆嗦嗦的回答 是贝恩斯的医生给我们做的手术 只要有钱就能获得越强的王之力 更是听说医生正在计划让新王诞生 此刻贝恩斯处 萨曼呵呵一笑 想要把其他邪神都生下来可真是不容易 时间线来到与林泽相遇前的某一天 沙尼为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几百平方的床上苏醒过来 但又突然意识到并不是床变大了 而是自己变小了 呼喊声音的莉莉斯破门而入 但当他一眼看去时 整个人瞬间沦陷 怎么会这么可爱 谁来都受不了啊 随后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莉莉斯开始询问起原由 沙尼为却表示自己只是昨天吃了夜宵 早上醒来就这样 莉莉斯一下就想到了什么 昨天巴鲁做了一道很特别的蘑菇 是从一位商人那买来的药膳 于是立刻前去打探情况 巴鲁见后也很是无奈 看样子并不知道原由 最终提到了蘑菇 开始回想起采购时的经过 那是一位穿着奇特服装的商人 他说这是一种魔法蘑菇 吃了之后会让人全身充满力量 而且香气十分浓郁 还说这蘑菇的效力并不会持续太久 此人不仅行为举止遮遮掩掩掩 卖的货也很可疑 为了不让他妇害他人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买了下来 与此同时 幻象神殿中 红散散白胆杆 林泽邪魅一笑 手中握着蘑菇 既然吃了 我就可以准确地定位到母巢的母神了 这下要召唤的话 应该就万无一失了吧 这一天终于要到来了吗 世界上孤独的人都害怕迈出第一步 而我已经做好跨出这一步的准备 作为一名医生给自己变个性 应该不过分吧 就在刚刚 林泽与沙尼威处理完王之力二人组后 开始探讨起邪神萨曼 从目前来看 他很想染指其他邪神的群体 在林泽曾经的时代中 与萨曼的交集也很少 但作为一名邪神 确实太过于低调了点 于是便询问起沙尼威 有没有发生特别的事 沙尼威的印象中 萨曼总是笑眯眯的 甚至在很久之前还是女孩子 后面突然变成了男性 与此同时阴暗的地下室中 萨曼对着玻璃缸中的女子 缓缓开口 这一次的分娩时间快到了 是时候观察一下孩子的状态了 萨曼一声 听到呼唤的萨曼睁开双眼 从玻璃缸中走出 此刻距离分娩的时间还有七天 只要能把沙尼威的权柄也孕育出来 自己就能制造更多的邪神 不知过了多久 林泽二人终于来到贝恩斯城门 却被卫兵当场拦住 看着车上装满的大西瓜 露出邪恶的笑容 我拿走一个 你们进去吧 就在沙尼威刚想提醒 这可不是普通的瓜石 却被林泽阻止 乖乖上前交出西瓜 而那卫兵的手正是王之利 甚至连肚子中都浮现出手 不禁让沙尼威有些震惊 因为此刻整座被恩斯 都已经被王之利所侵染 这时诊所中 原本应该下班的维多利加 与马尔斯却依旧待在此处 虽然规则中有表明 不能以医护人员出现 但只要是患者就没关系 至于地下室说了不能进去 可如今我们缺少一些信息 只要站在门口看就不违规 而下一幕不禁让二人汗毛耸力 满是血字的手术台上 躺着一位女子 看上去与萨曼先生非常像 甚至维多利加觉得就是医生本 也就在这时二人身后出现一双红眼 恭喜你答对了 只不过没有奖励 少女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邪神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两人才能永不分离 几分钟前 由于维多利加与马尔斯想一探究竟 却不料萨曼医生突然出现 满脸和善地微笑着 我应该说过不能违反规则的吧 而被绑在天花板上的维多利加却理智气壮 我们可没有违反规则 规则中确实表明 没有你的允许不能进入地下室 但我们只是开了门并没有进入 现在是医生你把我们带进来的 这种情况应该算取得你的同意了吧 此刻还是非工作时间 所以我是病人 而这就是我的诊费 对待病人可不能这么粗暴啊 也就在这时一旁床上的女子起身 不错的诡辩 放了他们吧 可她接下来的话语 彻底证实了之前的猜想 是尊敬的萨曼医生 在将二人放下后 早已料到的维多利加 很是冷静转头看向萨曼 而萨曼也并没有过多解释 更是夸赞维多利加非常敏锐 又询问起 既然是患者都得了什么病 有时候知道太多秘密也不好 维多利加也并没有过多询问 我和马尔斯作为病友 我不仅仅想让他复活 还想让自己成为邪神 马尔斯成为我的眷属 只有这样 我们二人就能永远永远在一起不分离 与此同时 林泽与沙尼威二人正在赶来的路上 看着周围路人 人手王之利 林泽不禁叹了口气 无论多久被恩斯给人的感觉都是一样 一旁沙尼威却很势不紧 明明这里怎么看都是邪神的巢穴 而这在林泽听后却露出微笑 因为从古至今被恩斯向来 都是多灾多难 一旦邪神想搞事情都会在这里先下手 但就在沙尼威犹豫还要不要送西瓜时 一旁草丛中窜出金闪神 关于邪神的污染我这里有些情报 我进行了秘密调查 接触到了王之利 沙尼威却满脸阴沉 你被污染了真的没关系吗 金闪闪摸了摸出手 现在的我可是要比之前强上一倍 总而言之 这所谓的王之利正是萨曼医生带来的 但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目的 反而是一种保护 可身为邪神却通过污染的方式来保护民众 这种情况就算是林泽都没见过 而金闪闪之所以会这么说 因为此时的被恩斯上空 悬浮着一只巨大的眼睛 有其他邪神企图污染整座城市 而萨曼医生却抢在他之前 先污染了大家并加以保护 可这在沙尼威剑后 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竟然是他 原本都是神明的他们 如今却陨落成邪神 只因被恩斯上空突然出现的大眼 瞬间让沙尼威回想起曾经的过往 甚至有些难以置信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严重程度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曾经在这一纪元初 由于造物主死亡后 爆发了一场神明之间的战争 最开始的时候 神明并没有互相残杀 而是共同面对一个敌人 他是疯狂的窥似着暗面之眼 灭绝一切知性者 负面造物主大邪神比蒙托斯 因为神明们都知道 一旦比蒙托斯降临 新的造物主会立刻出现 到那时候一切都将毁灭 于是神明为了阻止他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最终成功击退 但神明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更是受到造物主允诺 和比蒙托斯的影响化为邪神 也有神明在这次战斗中 失去了最重要的人 此次是见沙尼威记忆犹新 可明明那个时候 他就应该被永久放逐出 这个世界才能 如今到底是为什么能重新回来呢 林泽听后也很是不及 下一秒变猛的一灯 朝天空中的大眼飞去 神色凝重 瞬间察觉比蒙托斯并没有完全过来 沙尼威也十分担忧地冲了上来 却见林泽掏出咖喱棒 竟然直接戳了上去 这家伙的本体距离我们的世界 还很遥远 如今也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他应该是想通过污染贝恩斯的人民 从而作为自己回归世界的北界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萨曼比他先一步 更是屏蔽了比蒙托斯的影响 沙尼威也有所猜测 但不解的是为什么 一定要执着于这里 不应该找个更隐秘的角落 招揽幸福来降临吗 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传来话语 有我在那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到 别忘了我可是被称为 隐秘之主的邪神 欢迎二位来到贝恩斯 沙尼威也好久没见过这个萨曼了 但令他更吃惊的是肚子 而萨曼也并没有打分隐瞒 内亚的瓜就是给他生孩子用的 与此同时大沙漠中 想要消灭邪神的你 如今却一起和他们玩耍 不如就让我来给你多一点刺激吧 另一边一道小小的身影正在狂奔 仇待四散后 露出了真容 我必须马上去贝恩斯 然后找到尼威 夫妻结婚两年半 竟然连那种事情都没做过 究竟是女莫男类还是男莫女类呢 在灵泽破坏笔蒙托斯后 邪神萨曼寻找到二人 但在告诉如今的现状之前 他还要问一个问题 过了吗 沙尼威一听满脸痛苦 但身为邪神那倔强的内心 还是迫使他说出了大话 那是当然 我和灵泽结婚都这么久了 肯定有过的吧 可这在灵泽听后 面色瞬间阴沉 你能看出我的状态 萨曼缓缓点头 毕竟在医生面前 任何患者的症状都无所遁形 现在的你是不是很痛苦 与两位邪神共处一世 如此近的距离 会让你心脏所承受的诅咒更重吗 林泽也从未想过 自己竟然就这样暴露 就算你是邪神 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 也是要付出代价 但对方却一副理智气壮地表示 婚前隐瞒自己身体壮毛 对你的妻子可不公平 蒙古人的沙尼威满脸问好 仿佛自己不是在一个评讨 可林泽却丝毫不放在心上 并表示自己会解决的 但萨曼直接当场否定 再这样下去 你们一辈子都生不出孩子 身为穿越者的你背负着诅咒 心脏会因为邪神的存在而感到痛苦 越是靠近疼痛越强烈 如果距离一旦变成复数 诅咒便会认为 他已经失去了穿越者的资格 最终让心脏直接暴掉 而身为不老不死全知者的你 在面对这种情况下 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时之间沙尼威沉默不语 死死断井双全 为什么会这样 宁愿一个人承受痛苦 都不愿告诉作为妻子的我 对此灵则也只能说了句对不起 但就在萨曼准备看戏时 地旁走来的护士提醒到 有位患者来跑 刚想让另一个萨曼去应对 只听护士说 另一位萨曼医生已经去世 瞬间连叹息的心情也没了 此刻一张大肥场牌 再将萨曼吞下后体力瞬间恢复 而他之所以不吃人 是因为他们提供的能量太少了 就在他看到萨曼的瞬间 刚想拥入怀抱 却被反手扯了车脸蛋 赶紧给萨曼吐出来 毕桌菜几个人吃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原本还想说些什么的萨曼 在看到沙尼威转头的瞬间 刚到嘴边的话语硬是憋了回去 大家还是先好好吃饭吧 也就在这时 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那样开口 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做别的事 麻烦再给我几碗 可就在萨曼刚要冷操 却被当场打断 虽然咱已经不是邪神了 但好歹姐妹一场 还是要帮点忙不是吗 麻烦再去炒几个菜吧 此刻这一幕看在维多利家二人眼中 内心更是无比渴望一同加入 放后回到地下室的重点 终于开始整理起彼此知晓的消息 因为由于萨曼的权柄与隐秘相关 一些现实无法触及之地 也能为他传递信息 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了比门托斯 更是为此提前做了准备 利用自己的权柄 尝试孕育出更完美的邪神力量 并将被恩斯所有人都污染 也有乐园的人被我安置在了隔壁病房 又转头看向乌桃斯 你应该也被袭击了吧 乌桃斯点点头表示 没吃饱的情况下 自己完全不是那人的对手 这也让众人不禁感叹对方的厉害 连林泽都开始担心起此处的安全 毕竟乐园的习惯是在第一波公式化解后 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渗透感 对此萨曼却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他已经将诊所完全掌控 另一边维多利家二人在大街上行走 对于新来的邪神 马尔斯坚信以后一定会超过他们 随即又阴着礼 如果那是真的就好 但就在话音刚落 身后一声话语传来 就让我来帮帮你们吧 我只是来实现愿望了 帮我一个小忙就能让你们成为厉害的邪神 可毕竟骗子比较多 维多利家又总会相信 却不料对方直接将二人带到一处胡同 并掏出一张画像 表示这是他的朋友 再去过萨曼医生的诊所后就再也没回来 只要能找到他在用小刀刺穿他的手掌 我保证你的愿望立马成真 萨曼医生 我遇到的那个人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个男人能控制时间 随意让人变大变小 只因为多利家将对话原封不动的告知后 结果到的萨曼不经 好 这确定真的是患者亲友而不是仇人吗 而对于这点他根本不知道男人的语度 可萨曼却表示就按照他说的做做看吧 此话一出满脸震惊 既然不知道他的目的 那就索性放一步看他要怎么做好了 于是维多利家便将此等重担交于马尔斯 还特别主护一旦情况不对 一定要早点跑开 但好歹身旁有他们几个赞完全不用担心 可下一秒令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发生了 小刀触碰姬拉手心的瞬间 整个诊所竟发生剧烈的爆炸 顿时被依偎平地 萨曼趴在地上难以置信 怎么会炸的这么快 这套诊所可是他把以前的城堡卖掉 好不容易才凑够首付买 而一旁的那亚却幸灾乐乎 当过房产销售的他随即表示 旧的不去新的布兰 林泽却抬头望向天空 房子的事情晚点的心疼吧 你的患者好像要一闹了 被困在梦境中不知多久的姬拉红了眼 该死的邪神 竟然如此愚弄 可这在萨曼厅后脸色阴沉 明明你连枕肺都没焦 现在还把诊所炸 再对付医闹的患者 也只能采用更过激的治疗方式 边说边转头 看向身后的乌桃斯 在我诊所密室中有一些未完成的实验品 要是等会出现还需要帮忙解决一下 眼下必须得先安抚这位患者 说完几人刷的一下顿路空中 而乌桃斯则询问起 身旁的沙尼威二人打断工作 但就在这时陌生话语传来 他们自然有事 毕竟我就在这里 乌桃斯见后摇身一遍一下认出对方 而灵格面露微笑 我们又见面了小木乃伊 上一次没能杀掉你真是可惜 乌桃斯听后赶紧跑到沙尼威身旁 但毕竟他们人数占优 内亚毫不畏惧 却不料林丝毫不慌 掏出了一个小沙漏 可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 回到最初史的时候